每一個正常的女生我們在陰道口都有一個處女膜 它是一個薄薄跟軟軟的組織 大概厚度就是1-2mm 它是黃狀的 那它中間有個小洞大概就是1公分 那個小洞是讓我們液晶流出來的 所以一個正常的女生每一個人都會有 那性行為的時候它因為那個環很小很緊 所以男生進去的時候第一次性行為它就會裂開 裂開的形狀因人而異 但是通常有些會出血有些不會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稱的落後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處女膜 處女膜的形狀有很多 那在我們婦產科臨場上面 最常見的就是黃狀的 那也有人就是整個處女膜是封閉的 那封閉的處女膜它就是 我們婦產科臨場上會發現 它的出經一直都沒有來 大家都來它都沒有來 但是它會有每個月會肚子疼痛 那我們做參與波發現 它的子宮裡面是有肌臼精血 但是它的處女膜是封閉的 像這種封閉的處女膜的時候 我們可能醫生就需要做一個切開手術 讓它月經可以每個月都有出來 那也有就是像月亮型的 那甚至也有像直線的 縫比較小的 那也有的是黃狀中間有個中隔的 或是說它是一個黃狀 中間有很多像塞子小洞的 那經過性行為之後它就會裂開 裂開的話有些人可能是8點鐘 4點鐘裂開 那也有人就是裂開像星形的 或是像海星 各式各樣的形狀都有可能 那經過多次的性行為之後 它的處女膜它就會越裂越大 然後甚至它的洞口就會移照對方的大小 它就會越來越寬鬆這樣 那它第一次裂開的時候 它過了幾天 它事實上會自己又會長起來一些 然後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性行為 它會再重複的受傷 再裂開 然後再癒合 然後受傷癒合 受傷癒合 它的傷口就會開始就是完整 但是裂開受傷的地方 之後那些肉都會自己長起來 然後之後就不會再出血 因為很多女生 她第一次性行為出血 第二次第三次 她說我怎麼還在出血 因為它傷口長起來之後 它會再裂開 那它可能會呈現到 適合男生大小的狀況 然後傷口長得也OK 溏性也夠的時候 她就不會再出血了 但是也有人第一次性行為是沒有出血 但是她是觸女 是有過的 因為有時候她 斷擊裂傷可能就是小小的兩個 可是男生在裡面的時候 她事實上有壓迫止血的功能 所以傷口不是很大 有時候就被男生壓迫止血住了 所以她根本就沒有流出她的血 這是有可能的 不能以她的有沒有出血落口 來判斷她是不是觸女 只要她沒有性行為的話 我們醫生檢查過 她事實上就是觸女 所以我們一般婦產 跟她做內診 我們都會見問說 你有沒有過性經驗 她通常就會說 沒有我們大概就不會做內診的動作 那內診的動作 如果你動作大一點 那觸女膜是真的是有可能會受傷 那臨床上我們也有就是在使用像棉條的 棉條的那個女生 她也是就是沒有性行為過的 可是她在使用上面 有一些技巧不是很好 她也有就是把她的觸女膜用受傷的 這個也有過 所以在使用棉條跟內診 這個部分都有可能會讓觸女膜受傷 所以如果沒有性行為的時候 你看婦產科也是要告知她 那可能今天就不要做內診的動作 因為有一些像我臨床上就有病人 她從來都沒有性行為 可是她今天有內膜異常增生 我必須去採她的內膜的標本 去送化驗看有沒有病變 那這個時候我會跟她解釋 我必須從陰道進去幫她採標本 那採完標本之後 我可能可以幫她做一個 處理膜的就是修補術 讓她又回復她 處理膜完整的狀況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告知 可能就是先進去 採標本列上的時候 我們採完就幫她做縫橫 你跟另外一半的感情好不好 跟有沒有處理膜 事實上並不是絕對的 但有一些女生她可能曾經有發生一些事情 她不愉快 或是她有一些遺憾 那事實上是可以透過處理膜手術 幫她彌補那個遺憾 那也是我們醫生可以幫忙到的 對 但是處理膜不能代表說 一個女生她是不是 對另外一半到底有沒有就是 真心不真心 這並不是代表最重要的部分 那兩個相處的方式 還是要大家一起 習力共創未來這樣 好